欢迎收看6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 带你来看到 0403强震后为了协助灾民 尽快的重整家园 中央在5月初就成立了 花莲震灾重建专案办公室 来提供居住支持 重建辅助等多项的服务 并在6月12号 搬前至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而同时结合了花莲县建筑师工会 在每周的1、3、5上午 提供重建相关的专业咨询服务 让有需求的民众能就近洽巡 获得更完善的协助 4月份强震造成花莲多处民灾损毁 为了协助灾民尽快重整家园 中央在5月初就成立 花莲震灾重建专案办公室 提供居住支持 重建辅导等多项服务 为了就近提供服务 重建办公室在6月12号 正式搬签至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同时结合花莲县建筑师工会 在每周1、3、5的上午 提供重建相关的专业咨询服务 那我知道这次的受灾户中有些房子都已经有拆除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贴红单黄单的部分 那也大概都已经有足以做一些评估跟鉴定 那接下来就是如何办理重建 那整个重建的作业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也结合我们在地的包括有工会 还有一些花莲县政府 那甚至我们也有我们的国政中心都可以来这边 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相信做经营部的咨询 我想这是最大的目的 那在这个位置也 我们行政院东部办公室这边的位置也非常的适当 所以这次我们就掐请我们行政院东部办公室的协助 然后来这个地方 就近为我们的受灾户来服务 那只要是有相关的都市更新或围绕重建的部分 那我相信在这个窗口都可以做一站式的服务 专案办公室在成立后 已经成功协助948位民众向华莲县政府取得租金补助 其中有822件已经完成拨款 短期安置旅宿有77户入住 成功眉合租屋59件 并辅导42栋建筑物获得落成补强补助核定 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电话洽询 038330338或前往华莲市中山路371号7楼 会由专人为您服务 记者徐立琴华莲市报导